最近梅子的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 只是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销售量不如农民的预期 为此水里香农会加正班就特别办理了 制作梅酒梅醋的课程 以这当季的黄熟梅来作为原料 透过专人指导不但能够品尝到自己制作的梅酒 也帮助农民来进一步促进梅子的销售 农会准备了金黄饱满的黄熟梅 来作为梅酒的制作原料 做法很简单 只要将梅子与米酒头依照比例来放入罐中就算完成 但指导员也强调 何时加糖才是最重要的步骤 先放四个月之后 放四个月之后再加糖 今天有做我们的黄熟梅酒 在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 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黄熟梅酒 让大家酿好之后可以在家里面 就是可以品尝好酒 那我们的梅子是由青农和我们在地的农幼 所提供的黄熟梅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米酒头 希望能够用米酒头的味道来带出我们清美的香气 梅子的产季接近尾声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梅子销售量不如农民预期 为此水利农会开班这堂课 要透过学习制作不但让民众品尝自己酿的美酒 也帮助农民来促进梅子销售 用梅子酒跟梅子瓦片 能够梅子入味入料这部分 来做食农的教育 那食农教育是我们水利农会跟家政这边一直在推广的 就我们地方特色的作物 希望也能够特用家政班的成员的制作跟料理 能够在梅子料理和梅子推广这部分能够多多有帮助 水里香是出产梅子 在清明节前可以做脆梅 那个梅子的稠度 生熟度是六七分熟的时候 做脆梅 它的那个脆度会更好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那个梅醋 也可以做梅酒 都会非常的相纯 梅子四个月以后就可以享用 自己所做的梅酒梅醋 除了品质健康挂保证以外 自己做的更有纪念意义 水里香农会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趁着最后的梅子产季 赶紧买梅子来进行梅酒梅醋的DIY 水里农会在 记者金玉宣传线采访不到 水里面加上